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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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包括你刚才说回这在内安法林扣理之下的时候 一直觉得很困难 但是也没有想要放弃 可是身边的朋友会跟你说放弃吗 有 当然有的 尤其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甚至参与参政也有一些人也觉得是不应该 这样是很愚蠢的行动 为什么要放弃一个职业 我当时是个记者 要做一个刑事 放弃建一个政治圈里面 整个将来 特别是反对党的阵营 完全没有将来可想象的 而且做了几届的国会员 有人觉得已经到了高峰了 不可能会比这个更加高峰了 应该转移管道 去赚钱 去做生意 什么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这些引诱了 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子说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动摇吗 尤其是家人也可能希望说你可以多些 家人是很支持的 支持我的整个政治的工作 当然有一些亲戚 有些朋友都觉得有可能改变整个管道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影响 包括后来95、99 那时候输得很惨 丹荣三亿输得很惨 我们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的音讯要达到的是他们的了解 当时很多人就以为说看到林吉祥 好像还有落泪 很多人以为说你会就此离开 可惜没有 不是可惜没有 还好没有